入園門口前一千一百位遊客 早鳥一人一張優太券 2024元旦恰逢北市動物園 建元110年 園區史無前例提早一小時 八點就開門 我想說沒有出國 也沒有去其他地方玩就來動物園 和動物一起吃早餐 還有一輪串活動 讓大小朋友攜手參與 一年一開始 當然少不了小闖怪遊戲 走進園區以內呢 除了可以近距離觀賞動物之外 你可以四處找找看 有沒有像這樣子的小彩蛋 只要蒐集滿五種顏色 十一種動物 就可以兌換小禮物 弟弟弟弟 我要拍高拍 找到動物彩蛋卡片照 家長和小孩搶拍合影 動物園內一共八個區 只要蒐集五色十一種動物 相片上傳個人FB IG 標註指定文字 就能拿到新年禮物 就看說如果動物比較多的話 就可以找那個區域裡面 多一點動物去 這樣擠應該比較快 當然小朋友看多一點區域的話 當然就是五個區域都看會比較好 因為帶小朋友來 對想說就是蒐集 然後跟小朋友一起找尋報這樣 就經過看到有圓牌耶 其實滿明顯的 元旦這天動物園提早八點入園 累積共八百二十八人次 二零二十四年首日 有望突破兩萬人次 一起和動物們吸引新年 下令新文章不為陸配與台北採訪不到